纽约是一座自由的城市 一座可以真正做自己的城市 虽然我从来没有在这里生活过 但对我来说 这座城市也承载着很多珍贵 浪漫 而又美好的回忆 因为我在这里 遇见了我的妻子Michelle 拍一下 PART ONE THE NEW YORK LOVE STORY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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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我在纽约的第二天 然后带大家去几个 对我来说还挺有意义的地方 Let's go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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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认为在纽约最方便的交通方式 如果你来纽约的话 你也可能会成为每天560万乘客中的一员 说着说着就到了 我在布鲁克林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Dumbo That's where I'm going 我身后的这座是曼哈顿大桥 它有剩下两层 一层是地铁 一层是公路 Dumbo 其实是Down under the Manhattan Bridge overpass的缩线 你从这里就可以直接看到曼哈顿的帝国大厦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美国往事 那部电影就是在这里取得起 其实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 是它旁边的这个 这个才是游客们在上面散步拍照的打卡点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 我是在这座桥上认识那么少 严格意义上讲 是因为这张照片 我一看到就毫不犹豫点了like 是的 我们是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我们在一起一年之后 我向他求了婚 所以那年的圣诞假期 我们就来到了纽约 那次纽约的圣诞之旅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每天逛 吃 睡 各种暴走 累到不行 所以在我的眼里 纽约首先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 纽约真的是很好逛 有很棒的叶景 有很美的芥末 还有顶级的博物馆 有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的美丽 但找到一个人 能够合适合的充满 你所找的 你所找的 你所知的优势 你所带的情绪 你所带的情绪 因为生命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这种情绪 需要更多的爱 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目标 但他们需要一起 走到一样的向上 在同一方的工作 共产生与体验 共产党的分别 这不是完美 这是一个 能够立刻的 能够合适合 一起的 一起的 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 成约约的原因 就不一定有 我的天啊 好 等一下 我们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